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就来这个曼克 即是Squeen画家的Museum 它的价钱是120元 大概是港币的100元就可以进去看这个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全部免费的自己打个密码 但是它一定要把包包全部放在这里 因为要有个Security check 而且它不想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进去看这个作品 这幅画是曾经被人在这里偷过的 但是最终被他们找得回 所以它看到它收拾的位置 是有一些花痕破了 但是它现在还要找得回 曼克这个画家 其实它有一个特色 它的画全部都是没有死日期 因为它不喜欢死日期 所以基本上你很难推敲到 它有每一幅画是什么日期 而且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喜欢团团一幅画之后 如果它的幅画卖了出的话 就会有第二幅画 它愿意一样放在家里自己收藏 所以就像Squeen那样 就会有两幅画 颜色有点不同 但基本上整体是一样的 大家在看这幅画 就是曼克的作品之一 就是Squeen最有名的 但是这是第二幅画 第一幅画就是National Museum 现在它是删除了 因为要为首 这幅画为例 因为曼克很喜欢 将画改不同的名字 这幅画之前 已经改了四次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名字 我们走完了 我们终于一个小时走完 我们就去第二个诺贝尔的Museum 讲到这个Museum 就觉得它的曼克的作品 其实很少很少 特别的就是你可以看《纳喊》的针迹 但如果你看我刚才的影片 就知道它有两幅 而这幅就是第二幅 所以它的曼克的作品 《纳喊》的第二幅 就没有那么细节 所以如果National Museum 开了的话 应该会更好看 而且它2020年 这个博物馆 就会换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昨天去的Opera隔离 它的好处就是 应该会更大一点 和多说一些它的东西 不过如果你有Opera隔离 是值得进来看看 好 现在我们刚才是12点坐车 12点25分就来到这里了 那这里呢 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地方 和一个Museum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这个Museum 值不值得来 这个有免费Wi-Fi 然后有AudioTank 但哎呀 最终我没有戴耳机 但是大家有戴耳机的话 可以一边听到一边 它有这样的入场券 入场券就是和平得主的名字 但是每个人的入场券 都是不同的帖子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保留的 一个帖子 也是给你摆一些东西 不过这次净明显 是有一个透明的位置给你看着 对啊 对啊 这里净明显 接着这个衣服 就看到了 看到了所有里面的东西 好棒啊 这里是有些很特色的行为艺术东西 例如像这个Birdnet 它是想被人反思一下大自然是如何 而且这些全部都不是它斩出来的树木 有一股木香味 但这个是说在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生物都在一起生活 那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东西 令到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也可以继续保护这个 这么美丽的环境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是挺好的 全部都是行为艺术的东西 可以给你周围摸一下 然后呢 还有这个树木馆的好处 是有地方可以给你吃东西 试吃 然后有些东西可以给你摸 是一个给小朋友 或者给一些大人 即不是只是看那么简单 而是给你感受 还有反思地球上应该有什么 而它这块板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是一个30日挑战的 例如像这张 Save Electricity 它就是想大家反思一下 你可不可以在30日里面 做到一些东西 去令到这个地球继续有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例如有这个 Save Energy Save 飞机 穿少些鞋 吃少些肉 我身后面这个 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会场 也是Oslo City Hall 我刚去完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的博物馆 好棒啊 但是我们现在进去 之后我就解释给大家听 有什么那么棒 虽然这个和平奖颁奖的设计很朴素 虽然这个和平奖颁奖的设计很朴素 但是基本上可以设备到和平奖的主题 好漂亮啊 看这房间的细节 全部这里的墙壁都是滑出来的 超美 这里也是 大家看看 哇 这个City Hall 是免费入场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 没有买到那个Oslo Pass 都可以进来这里看 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进来 就是呢 如果你不想看那些博物馆 不要紧要 但是这个呢 是一定要走的景点之一 我们进来会议厅了 City Hall的立法会会议厅 类似 就是在这里开会的 大家 好 我们就看完这个 诺贝尔那个了 我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呢 现在的时间是2点10分了 那呢 我们是用了差不多 一个半钟头在里面 那因为呢 其实是挺好闲 挺多东西 看的 而且很漂亮的 所以呢 是值得一入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诺贝尔那些奖是怎么来的 因为诺贝尔有五个奖 那其中一个奖 就是诺贝尔和平奖 就是在这个奥斯罗 这个挪威这里 颁发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了这里 看这个场地 而且 进去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 那个 看一下 好 我们吃完这个 快饭之后呢 就来到这个 挪威文化博物馆了 那呢 现在大概时间是3点半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什么看 by the way 刚才那个 在挪威 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个cafe 那里吃的 那批很好吃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因为它又够暖 然后它有很多菜 而且它那个 黑草沙律很好吃 这个场馆挺大 有室外 有室内 那如果下雪 就比较冷 那这里呢 身后面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屋 那每一间屋呢 其实都是在不同的 一些Norway里面 不同的地方 搬出来的屋 那每一间呢 都可以进去看看 有不同的特色 而之后呢 某一些屋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 跟你解释清楚 那间屋是为什么来的 有什么乐器啊 这些小组民族 是用什么维生啊 那样的 那样的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可以给你摸啊 看啊 那样的 还可以帮你吃草 啊 好害怕啊 哈哈哈 这里呢 所有地下呢 基本上都是泥土啊 山啊 那样的 所以呢 如果呢 是下雨天呢 就不要过来这里了 因为 都要上多少山 走多少泥土的地方 那呢 哈哈 后面有人好像吹走 这些奇怪的音乐 我们现在呢 就进了个圈子了 那 圈子 都是滑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 然后呢 刚才我们进了那个房子 那里有一些很小的房子 那些房子是给客人的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说是四个人一张床 我逼到死 我说不如你躺在那床 那里做得更好啊 接着这里呢 就是个圈子了 好似蒙古 我之前在蒙古都去过一条雷似的村 又是有些人穿着那些衣服 啊啊啊啊 又有些木屋 又可以进去参观 是呀 跟那些工作人员聊天 聊天 聊天又好像没有什么聊 跟他们 你知道大陆那些人不是很想理你 哦 好 我们现在时间是这个 5点05分 我们在这里走了大概 一个半钟 因为呢 这个是160元 所以它贵一点 而且它是大一点的 然后呢 里面可以做一些体验 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的 然后最好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去 因为要不然就很多元 也不要太晒的时候去 太冬的时候都不适合 那我们现在就等车去 最后一个museum了 那那个museum呢 就是这个 什么museum啊 polarship museum 就是破冰船museum 我们来到这个 应该是破冰船博物馆 它会claim自己是 the best museum in Norway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 the best 这个最值得来的地方 是这里呢 有一个船的位置 那楼下的呢 是一些information about这个 这个破冰的人 怎样住啊 在那些冰棘那里 怎样生活啊 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看船的甲板 还有呢 还有呢 是会有一些海浪啊 一些不同的projector出来的 它还可以呢 让你进来这个位置 体验一下 哇 体验一下整个船的样子 是怎么样 有一个爐 它可以走到里面 甲板出这个船的位置 不几好 挺interesting 但是也有假人黑色 就是以前本色的破冰船 就是有沙发 然后呢 不像我们那些 是有得开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 木槽 然后自己滑进去 它的细节度呢 连这些铁链呢 它都做了一些效果 令这些铁链是会移动的 好可爱 看得到 这张椅呢 是坐上去之后呢 好像你坐在船上那样 我试一下 哇 我们坐在这张 摇摇椅上看的东西 啊 好像很大雨啊 哇 我们坐在这东西 都好像在混在船上那样 哇 哇 哇 我以为我穿了牛 这个护士银呢 其实是可以来看的 因为呢 我最正呢 也是唯一最好看的 就是这个船里面 所有的经验 因为所有的经验呢 都是 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的 例如船的移动 那些sound track 那些呢 还有呢 它可以看下 甲板的形態是怎么样 然后 之后 体验一下 如果你在船上生活的人 是住在什么地方 呀 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 他们的船仓呀 或者他们的 engine 是什么样 所以基本上 你在船里面 真的好像你是 航海家那样 要在船上生活 那样 然後我有點感覺到有些運算 我現在已經差不多是 已經是6點了 我們所有的廟師林都在36點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是最後一個點 因為這個廟師林是生得最晚的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吃東西 這間就是我們說要試的那間釋海鮮 它有很多冷的食物 還有熱的食物 這個湯跟之前的湯不同 這個比較濃稠 還有一些油份 這個不知道叫什麼 它是一個海鮮湯 海鮮湯超棒 好像韓國的海鮮豆腐湯 然後呢 超鮮的味道 辣味 一點點辣 一點點蝶 試一下蝦 蝦超好吃 這個我覺得是比這個炸魚薯條 炸魚薯條 因為炸魚薯條四處都有 但是這個呢 我沒有喝過這種海鮮豆腐湯的味道 這個是我不知道第五個還是第六個海鮮 三鮮湯 這個 三鮮湯 海鮮豆腐湯 我也是 你也是 這個是偏油一點 但是呢 三鮮魚也沒什麼三鮮的味道 我如果是這樣 我介紹大家 如果你吃這間的話 喝這個 海鮮豆腐湯 不是 海鮮豆腐湯 應該是韓文的 這個 海鮮湯 好喝很多 這個三鮮魚湯 這個三鮮魚湯 三鮮魚湯很少 只有三四顆 重點是 它的薯仔味和番茄 蘿蔔味是比海鮮味 因為它應該是把薯仔和蘿蔔 打融 然後放入湯 所以是不同的 味道是有點不同 但是我本人喜歡 海鮮味 比較重的湯 那個白湯 這個三鮮魚湯 我覺得你們大家可以去 我們昨天去的那間 喝會比較好 沙利你試這個湯 還有魚 嗯 那個魚 酸味一流 這個湯不是在柏民 裡面的 是一個選項 但是呢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今天都沒有 這個湯 其中是有的 所以我們試試點這個 但是這個 我覺得比三鮮魚湯很好 這個三鮮魚湯 這個鮮魚湯 很鮮味 也不及其次選擇 好 我們吃完了 我就覺得海鮮湯是OK的 魚湯我不是很介紹大家 但是 你們也可以來吃的 如果你有兩餐可以選擇 你覺得呢 所以 我就會 prefer 之前那間 這間 真的不太便宜 我覺得 它也是 被人推崇過高 因為裡面很多都是亞洲人 我想都是看Vlog 對 如果你真的想來的話 我建議大家早一點來 因為之後就要排隊 不過 如果你在 6點半至7點來 就OK的 沒有人排隊 因為裡面的位置真的很少 然後 是服務態度很好的 但是呢 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它價錢推高了 然後 食物不是 最好吃的 昨天介紹的那間 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昨天那間 是沒有 排文那裡 是沒有人吃過的 所以 如果你想看那間是什麼 樓上就有了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會不會 在那裡 我們會喜歡的 我們會不會 吃完 我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